作为反制 国防部在脸书发布三军演习以及监控共军的影片 因为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14号清晨在微博宣布 发动联合力箭逼2024B环台军演 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行为 国防部要表达强烈的前提 派遣世界的兵力应对 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 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面对共军威胁 国军强调严正以待守卫家园 不会让敌人成功亲门踏户 也有民众看到国军的侦搜雷达车辆 停在屏东的公路旁边监控共军的一举一动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后 共军发动环台军演 今年更先后发动两次联合力箭演习 比较三次演习范围 2022年那次距离台湾比较远 今年的两次当中联合力箭必在台湾周边数量较多 范围却较小 金门上次被划入演习范围 这回则跟澎湖西侧一样都没被划入 但新增要港腰域风控和对海对陆打击两个演习科目 重点就不在于对台湾各处的距离了 而在于方位 也就是对台湾呈现一个封锁的状态 他在演练这种海上的隔离或是封锁了 对台海的内海化 以及这是阻绝外军的词员 以及对台湾的补给 专家也表示除了国军加强应对 应该也要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损害和修复能力 民众也应该强化心理防线 才能发挥社会任性抵抗中国威胁 建议文影志刚十二维采访报道